那会有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可能是知道说我在20出头的时候 大概2005年左右啊 我是在全世界大概20多个不同的城市 有过这个沙发冲浪的一个经验 那在当时我是有看到一位数学家的一个生平 这个数学家叫Paul Erdouche 那Erdouche这位数学家他的特点就是说 他是会跑去各个在做数学的各个领域 他也没有特别管数学哪一个分支 那就跑去那个数学家那边 然后就睡在人家的沙发上 然后就跟他一起写论文 然后一直到就是对方受不了他 那他就说那你必须要推荐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学家 而且还要帮我出火车票 他才愿意走 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在数学界就有一个叫Erdouche number 就是说跟他和写过论文的人Erdouche number是1 跟他和写过论文的人和写过论文Erdouche number是2 所以他等于一个人变成一个好像人形的数学的social network 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他会把数学的各个分支 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去初类绑通进行创新 那因为我当时是在做一个程式语言叫做Pearl 他的一个新的版本 现在叫做Raku 当时叫做Pearl 6 那当时我是运用了一个叫做Hasko的这样子一个语言 那其实这个语言本来就是咱研这个语言的人大部分都是学术届的朋友 那比较普容的大概都是实务届的朋友 比较多 所以我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就是全世界找到在做程式语言设计的朋友们 然后可能彼此都不知道彼此的研究 是正为处理通通的地方 但是我就是靠着在每个城市举办黑客送沙发冲浪等等的方式 去确保所有大家都知道彼此在做什么 所以我当时是说自己是Erdressing 就是学着Port Erditch的那样的方式在进行工作 那对我人身的影响大概可以分成两方面 一个是说我事后回想就觉得说我当时这个胆子很大 这个我爸妈这个胆子也很大 因为其实这些网友虽然说我们可能一起做过研究 甚至一起发过Paper等等 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去过他们所在那个国家 而且我当时的英文程度也就是很不怎么样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就觉得说这个陌生的网友 只是因为在网络上面一起做过可能半年一年的研究 然后就可以去住人家家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当时是蛮新的一个概念 那但是也让我看到说确实每个地方都存在着 我们就是做开放式创新啊开放原始嘛等等 好像我们是一个本身是一个一个原住民族 网络的原住民族就是网络远生带的这种新的想法 那虽然是三局世界各地 但是实际上感觉都是好像族人一样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觉得好像到全世界都有一群已经有共同的理念的这个朋友 我觉得非常棒 那第二个是说我就放下那种好像英文一定要讲的 英语一定要讲的就是九十分就是五分才敢讲的这个想法 因为我去全世界二十个国家 绝大部分的人口音也都蛮重的 然后事实上也比起来好像也就是不怎么样 然后事实上文法也并不完美 那但是其实其实就是勾用就好啊 然后大家只要愿意敢开口 其实语言本来就只是大家互相沟通的一个工具而已 而不是用来考试的 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很liberate 所以就是就养成一个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的这个习惯 那所以后来就是在现在大家可能看到 所以我因为每天这个早上七人到九点是捐给外交部 就是北美南美的很多访问啊很多会议啊 晚上傍晚大概五点到七点吧 很多都是非洲然后跟欧洲的一些朋友 所以当时就养成一种好像不管对方的口音怎么样 我就开始学对方的口音 因为我学英语然后我并没有自己的口音 然后就反正就是用他的腔调讲话 然后这样子的话至少他觉得比较亲切嘛 那然后这个不管措辞怎么样或文化怎么样 反正能够沟通就好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跟人混熟了 所以我会蛮鼓励就是大家如果对于外语的掌握 觉得说好像自己好像一定要到八九十分才敢发表的话 那其实就把自己丢去小小小的那个幻境里面 其实非常快就会发现说 与人是人跟人是先沟通 不是人跟考试卷沟通的这个工具哦 那其实关于这件事情本身 我觉得就已经值得去做沙发冲浪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